這不是村莊的吧 這是 這是田姐的吧 見了這樣的地方 村莊如同白雲一般漂浮著 地面與地面之間 又彩虹相連 你的故鄉 竟如此美麗 嘿 我也第一次來的時候 有怕樹一樣的感慨 真的很美嗎 我時常看 就不怎麼覺得 反而是家鄉溫暖的感覺 要不要帶我們四處轉轉 當然好 這裡是我家 我就在這裡長大了 樓下是我父母的寢房 樓上是我的寢房 上面景色不錯 要上去看看嗎 嗯好啊 師姐 隨便讓男人進你的寢房 這怎麼可以 你不是也男人嗎 沒關係的 而且上面的景色 真的很漂亮 這張床是我的 對面則是我妹妹洪玉的 哦 洪玉師姐住在這 還挺舒服的耶 她會派去北地賣赤煉衫 不到認過結果如何 小時候我和洪玉常常吵架 但是我是姊姊 也是我每次都讓著她 還好洪玉是董事的孩子 一旦明明是這裡錯 就扑到我懷裡 使勁地哭 還一邊說著對不起 有個妹妹真好呢 唯一懷念就認知起來 正式的 我們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這也是遙光台 一年四季 時時刻刻 都只受月光映照 那快到了水晶 裡面好像有一個人影 那是 我的娘親 令堂 那令我娘 為了研究 時出現的異常狀況 被空間吞噬的爹 施展了 時間逆轉的競速 爹雖然救火了 但娘親就永遠被封到這塊水晶之中 為什麼會被封在水晶之中呢 我看大牛哥會問不完的疑問 我代替姊姊回答 阿比姊姊家 都是奇晶門下的人物 爹爹是奇晶門首席師父 娘親等人影響生死的十隻聖女 奇晶門等有個特點 若是施展超越限度的能力 就是呈現冰封狀態化為精神 慢慢於水晶光中 善進淋漓死去 一個少部分的人氣是賈死 在激光中 長期吸取天地靈氣 發生殊生的特例 但是 若所有氣力通通耗盡 則會瞬間化成像水晶的水片 水風下散事而去 那 秦玉當時在青龍山 救火小雪掉的時候 雙手變成水晶 當時秦玉顯得很為難 曬神音所說的就是這個嗎 我母親很傻巴 犧牲了自己 救了我父親 還有犧牲精神的女人 令堂 一點都不傻 我不會毒師 也不懂漂亮話 但是我知道你娘深愛著你爹 甘願用生命來換心中的珍寶 謝謝你 犧牲生命 珍寶是指心中最偵觀的東西嗎 我不是很懂耶 等你以後長大了 有了喜歡的人 就會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我們走吧 這裡是飛雪啊 其實是一地的普攻陰田 當有南風吹雪的時候 普攻陰的花 就和飛雪一樣美麗 也許實在太漂亮了 小的時候 我以為那就是真的飛雪 我經常會在這裡看日出 整個琉璃天氣之中 這裡的日出是最美的 等下次日出的時候 我們再來吧 琉璃天氣就地上完了 我們回去吧 在琉璃天氣一段日子 琉璃生活不知不覺 時間非事 琉璃教我去飛雪啊看日出 我要快點去找他 景色漂亮吧 粉色的太陽 把漫天的普攻一花 皺得如同飛雪一般 果然是人間難等的美景 不過比起景色來 我首先的人兒更漂亮 我說啊 你這說話的方式 到底是因為不上表達 還是習慣紅女還是開心 我…我只是實話實說 笨蛋 我送你一樣東西 嗯 討厭鬼 我不過送你一條圍巾 你就賺我便宜 我CG圖的 夜南天怎麼變那麼瘦啊 呵呵呵 安親買這麼多材料 晚上偷偷熬夜 就是做這個 噢齁 所以夜南天的圍巾是清預送的 嗯 時間不多 不然 我還會很 還會很多編織的手藝 接下來 該…該怎麼辦 接下來 哈哈哈 我夜南天 今生無論天涯海角 都會保護張親鈺 照顧她一輩子 直到我死為止 這…最後一句話不要 嗯 那就不要 我們深色四世 在一起 哼 我還沒有答應呢 就想深深思思和我在一起啊 那你答應嗎 笨蛋 我… 我也跟爹你了 不過 我們得去找爹 讓他答應我們兩個人的婚事 好啊 晴昱 我們就去找你爹 不許你叫我親兒 以後 要叫我碧兒 碧兒 碧兒 小…小黑 你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啊 師姐 師兄 找…找到這裡來了 呃… 呃… 這傢伙 師兄弟兄 就你最不真情 連師父交代的事情都敢違背 我看 你是不想活了 呃… 我已經長大了 不幫你們跑腿了 我有自己的主張 我站在阿B姐這邊 我再也不受你們欺負了 阿B 你現在違背師們的命令 跟師姐回去等候發落 師姐會聽你求情的 至於焰南天 我也不能為難你 只要交出嘉義神功密集 我可以保你不死 海雲節 不行 這些日子以來 我想了好久 你們應該察覺到了 師兄為了擴張奇境們 經由那些很利的手段 師叔降伏齊塑 吸取地氣 很多地方都出現異狀 嘉義神功是天下無禮的神功 若是落在別有用心的人的手中 就會變很恐怖的東西 你的意思是 師尊別有用心 這…可是大力補導的話 三師兄你這段趴師父馬屁 阿B姐哪有這個意思 只是奇境們將神功搶回超廷 不知會落入誰人之手 小黑你必準 弄備份 這沒你說話的餘力 師妹男鬼 師妹 你莫怪師姐無情 你們這想對必有做什麼 我死也不會讓你盾他一根海馬 笑子找死 好 那我們就偷 偷偷看 雷陣子有東西 偷偷看 小魔王內丹 真的有耶 有點痛 我靠腰勒 這麼痛 我偷到阿 剛一下就偷到阿 應該沒了吧 剩下一個沒的 還有阿 阿 可以放招式阿 回體器 欸 我可以放上 這一個 rad 你 不 有 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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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集 阿比斯美,你怎麼不菁姐啊?如果菁姐了,或許可以打敗我們 師兄姐我錯了,求求你們不要菁姐,讓我無力對抗 看他躲在一旁冷風,奇境無人除了他不懂菁姐,人人都會 哇,哦,明白了,我看你是怕被小子看到你菁姐以後的模樣吧 沒禁止你住口,你傷風點火的個性不敢,回去跟師父唱上一句,有點瘦的 我偏不,你看他演藍天那小子的眼神,他不認輸,還不認輸啊 我就討厭他的愚蠢,我們就讓他了解,奇境無人跟凡人的地主有點不同 兄弟,快菁姐給他們看看,看看什麼叫做真正實力的差距 我正想試試威力,菁姐 畢爾,你怕嗎?我,不要怕,我永遠和你在一起 只要在你身旁,我就有永遠不絕的勇氣 上天下地,無所不忍,絕不屈服 討厭的傢伙,阿熊,把他殺了,眼睛挖出來 阿熊,阿熊 阿熊,阿熊,阿熊 locks out 阿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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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熊 阿熊,阿熊,爸爸青 applause 千姐,不要打了 屍體 屍面都給我停手 我 不能原諒你們 清潔 這就是屍面多年隱藏的屍體嗎 計算十隻聖女的屍體 什麼他 這怎麼可能 你還不明白嗎 速退 蓝天 我对不起你 张开死之绝壁 恢复整个村窗 被阻挡蓝在入侵 这样不会激烈耗尽吗 谢谢不要 我不要失去你 为你天命力转生死 就跟你母亲只要先知一样 化为水晶啊 娘亲 亲业良女儿 毕尔 南天 毕尔 你的身体 我 我没事 毕尔姐姐为了救大家 自己救 可恶 南天 旭风 不要伤心 我还很好 最爱能说话 手脚都还有知觉 就算是一瞬间也好 我体会母亲那时的心情 毕尔 毕尔 毕尔说什么话 我一定要救你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去找赛神医 他 他已经知道一些方法 十字内转 如同那下落的瀑布倒流 终究是不为 无逆天命的罪者 就算是 扁血滑驼在世 也难为秘书 那我们去找奇境门呢 不要 奇境门的能力各有所属 能力转生死 唯有十字圣女 还有机场器 血满的RBG而已 其他人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毕尔 那天 和你在一起 是有人生 最幸福的时刻 毕尔 已经不忘此生 我担心你会胡思乱想 做出一些上司理智的事情 答应我 请我好好活下去 我不会让你死的 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比尔街 都怪我本事太小 每次到一关键时刻 就什么忙都帮不到 来 亲着姐姐的手 让姐姐看着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 从小到大 我第一次看见你 这么勇敢对你的师兄和师姐 你以后 一定会更加坚强的 姐姐以后 我不能再造你了 你要学习保护自己 保护喜欢的女孩子 我会的 这是死超的精神 毕尔 已经不能再用他了 红玉他 说你帮众去 北地卖赤链上 相扶连鸟 一直都没有消息 你们能不能去一趟赤链上 帮我把死超金石 交给红玉 他替我照顾妹妹 可是你现在的身体 我们怎么能帮你留在这里 你水已经覆盖我的身 卷身 还有一些日子 这段时间 红大夫会照顾我的 好吧阿比姐姐 那我们现在去找红玉 好 我们这边选二 好吧 我们出去说吧 毕尔姐姐心上气力 稍微耗尽 如果他留意天气好好休养 应该还可以撑上一段时间 不 我不要让毕尔就这样 我要让毕尔活过来 燕大哥 一人静点好不好 听我说 起 红玉就是阿比姐姐 除了爹之外 我一关里的亲人 但他回来 能帮助病情 齐恶 我们俩人成大事吗 我要求您当卖药 得个帮助也好 你不觉得红玉使姐 非常适合吗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走 别这么急 我们先去找红大夫 拜托他好好照顾阿比姐姐吧 我帮清玉整查过了 现在尚无大碍 让他好好静养 每天都先补品 滋补身子 还能延续些时日 可恨的是 田树并不长久 红大夫 亲与他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嗯 当今事实上 因素最高的莫过于赛扁确神医 和他的徒弟万春流 但是16年前 只要先制 这算是赛扁确神医 也终究无法违逆天命的 不过16年过去 说不定他又有新的进展 你们不妨去拜访他 嗯 我们先找红玉使姐之后 就去找赛扁确神医 赛扁确神 找红玉回来 16年前 母亲是这样做的吗 她在水晶中 表情如此安详 可是我 我为什么做不到 我根本不想这样死去 自己还年轻 好像跟蓝天哥 牵手共度一生 为什么老天要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事实上要加一身工 这种无聊的东西 我好想见你 蓝天 蓝天 稀奇 根据しい forget员 Brothers 红玉舰现在应该要北地卖吃点山 收服点鸟 好 那我們快過去吧 哇 好了 紅衣雪一個人被拍到這種地方來 真不知道張師傅怎麼會捨的 看來我們應該沒走錯 這裡就是七點三了 好 我們趕快進去 找到紅衣的下路 至陰火之零獸 紅衣雪 你受傷了 旭 旭風 不愧是青衣的妹妹 長相和她確實有幾分相似 好個不是亮麗的傢伙 吃贏個不是一般人對付得了的 拿著這個 這是姊姊的 十字金石 你怎麼得到的 姊姊怎麼了 又回在說 我們先想否這個怪物 小黑快告訴我 姊姊發生什麼事情了 還有這個難的 是怎麼來歷 阿B姊她 我 我 你都快說啊 你也難進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到底要安全 等等 哇好 這隻 這隻很大隻捏 物品可兜 喔 好喔 火靈劍 欸她有火靈劍欸 還長一模一樣 哇 這場打的就會打比較久了 因為沒有合體器了 哼 怎麼跟青衣 招式一模一樣啊 終於說不是自亂的炎熙妖獸 還真是不容易 那個拿劍的 謝謝你 修豐快告訴我 姐姐的精神為什麼在這裡 紅玉姐 我 忘記你講了 不對 你慢慢講清楚 還有修豐把流以添淨的全部事情都告訴張紅玉 我們這邊要選 選二 光師窟 姐姐也不會好起來 一兩天 有說個方法救 救姐姐 現在 我們要動作去找曬扁雀 求她一隻臂 好 我們馬上出發 我們的舉動 違背了施政命令 就算不把我們走出奇心門 只要研究的陳述 是逃不掉的 紅玉姐還沒說過這件事 現在搓身還來得及 小黑 你說什麼 有膽再搓一次 你痛痛痛痛痛 紅玉姐 繞了我吧 我可是她的妹妹耶 姐姐這樣的情況下 怎麼可能修守盤觀 我雖然無背怕師們 但如果她們這樣對她姐姐 這樣的奇心門 又有啥好留戀的 我 我知錯了 向藍天哥介紹一下 紅玉姐用的武器是弓弩 遭受火炎的力量可是一流的 如果她的金術發揮得好 應該可以幫助我們 過過許多賢阻 是小鬼 發揮得好這四個字 就可以不用說了吧 有了紅玉的交流 真的太好了 畢爾的十字金石 又交給你保管 我會好好利用姐姐的力量 事不宜遲 我們回去找賽神醫吧 這麼快到這邊了 啊 這次的藥一定可以成功 偷偷哪一隻腹狀乳腳都可以治好 好獨立 快爆雞家房子 好不容易想出來的 可是師父 那兩位藥加進去太烈了 我猜老人小孩會經受不住的 還願孕婦了也可能會流產 還是減低燥熱藥材幾量 多加些溫補又便宜的材料 這樣全補人家才吃得起 你是師父 我是師父 要你加這加 要講究掉到病毒的績效性 就是該這麼配 至於便宜的材料 唯師可不是窮人家的守護神 我愛好醫道 可跟醫德無遠 你入門第一天就該知道 人命關天 多少生死超於醫者 有醫德才會拿生命開玩笑 師父老男做實驗 吃早報應 唉 你的師徒多你的恩情 每次找機會苦勸 都被師父修理 無言 是你 看到你就想得無目一些 兩個死沒良心的傢伙 被給他治好 但卻一生不想給溜了 真是沒禮貌 我前輩離開了 又好 神經治好他的傷 也是美事異重 他的無理之處 晚輩用為賠罪 去去去 少在這裡套 你也替我試了不少怪房子 再把護膜前列 遙不虧欠 導致你怪 氣力充沛到試著滾 年輕人 虛有其表可不行啊 何時憂慮 事不相瞞 是為了逐漸化成 水晶的清育而來 求神醫救我姊姊的病 我也想替RBG做些什麼 這樣讓他要恢復 傷個別急 過來坐下 媽媽說給我們聽 我正在猜 這真的發生了 與十六年前一樣的事情 有什麼辦法可以試試 這讓我犧牲生命 請你一定要救救他 年輕人滿口姓氏 他是你什麼人 值得你這樣去救 他 他是我未過門的妻子 我互許終身 早上見了他爹就結婚的 師父的個性常常見識不咎 或者提出不合理的妖心 難得有情人 得搬上一棒 咳咳咳 我有印象 多有看過師父筆記 關於十六年前 對紫瑤星子的病況 束手無策字 放屁 我又是何許人也 只要病者還有一口氣在 天下沒有任何症狀 可以攔倒我 當年我年輕事前 司馬當口馬醫 經過十餘年來 各種人體試驗 我已經掌握解除水晶化的契機 只差最後的病人 來試驗我的方法 兒章情慾 這是最好的範例 反正 你們也沒有別的選擇 對吧 聽這語氣 師父是想出方法 不過 他其實也沒有把握 總之 我只能搬到這了 再多用即將法被察覺 我就死了一條了 還萬三十一會吃陽放 這恩情 夜魔日後地當回報 婆婆媽媽看了就討厭 每個求生者來了就怪 是他折騷我陽手嗎 師父說起來 你就要站起來 存留 直筆 是 突圍準備好 認知再聽 張情慾目前已漸漸有史返訓 需要同時服擔藥 並以外力運氣療傷 只是這些物品 都是世間罕見 難以求的 再聲音開口吧 無論多難 我都要辦到 天府四川的鵝眉衫是著名的藥庫 鵝眉派內有蜜藏白草精華 是煉藥的基本原料 武當教的煉燈結束天下第一 如果服務於鄰居道人所住的煉燈蜜藥 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拜求多年 就是不解看一下 這些死道士 氣死我了 最後煉製丹藥的容器 需要大內的藥丸保底 按白草精華在其中融合交會 藥力零縮七七四十九天 只有這些條件都滿足 才可以達到最佳效果 藥方已詳盡 至於運功療傷的部分 唸出扁鶴轉身單子後 忍續續服務於內力吹動 以加速藥效與全身暢達 你已經學會駕翼神功 路人藉由少林的易晶晶 將你澎敗的內力轉於清玉 綜合彈藥以外力之作 剩下的就靠清玉自己的求生意志力 多些生意志力 事不宜辭 我們馬上走吧 還有師傅奇怪的藥罐子療程 都好好記下來 哈哈 以後就用在燕藍天身上了 對了 好心提醒一下 前一陣子我再去師傅去大內 治療皇上的重慾過度的問題 就我觀察 大內戒備森嚴 最好準備抽選後 再去挑戰 不如虎鮮驗得虎子 我們一定要把握了所有人 救姊姊的機會 可是大內裡 不見許多機關們 智能衛兵 奇奇們師兄師姐們 他們也在 我們先找其他東西 再去大內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就去俄眉派 就著白草精華 再做打算 我才不是呢 你們拿到白草精華以後 記得回來找我 研製邊去轉生單可不容易 四十九日的拋煮 反覆加水監製 火候機不能太小出不了味 也不能太大 讓藥氣善失 萬一燒乾了 就廢了整包藥材 後續還要硬乾 搓製成藥碗 存留 是 地址都明把程序 這個就準備過去跟柴火 我都還沒拿到咧 十六年前 我沒辦法救治藥 現在你女兒又是毒神 這次無論如何 也要試一下 畢竟 我欠你的恩情 還沒有還清呢 好